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摩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素食黎麦沙拉超级食物的健康盛宴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健康又美味的主题 素食黎麦沙拉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盘沙拉 它还是一场超级食物的健康盛宴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道菜的神秘面纱 看看它是如何成为现代健康饮食的明星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黎麦 Kingwa 黎麦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某种外星植物 但其实 它是来自南美洲安地斯山脉的古老作物 早在几千年前 印加人就已经把黎麦当作主食 称它为古物之母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黎麦的营养价值真的是无与伦比 黎麦富含蛋白质 而且是完全蛋白质 这意味着它包含了所有九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这对于素食者来说 简直就是福音 此外 黎麦还富含纤维 维生素B 铁 铁 鎂和抗氧化剂 这些营养成分不仅能够增强免疫力 还能促进消化 让你吃得健康又安心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这道素食黎麦沙拉的具体做法 首先 你需要煮熟黎麦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简单 就像煮米饭一样 煮好的黎麦颗粒分明 口感Q弹 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然后 我们来添加一些新鲜的蔬菜 这里你可以发挥创意 选择你喜欢的蔬菜 比如小番茄 黄瓜 红椒 胡萝卜等等 这些蔬菜不仅增加了沙拉的色彩 还提供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当然 沙拉怎么能少了掉味料呢 你可以用橄榄油 柠檬汁 盐和胡椒来调味 简单又美味 如果你喜欢更浓郁的口感 可以加一些鹰嘴豆泥或者牛油果酱 这样沙拉的口感会更加丰富 最后 别忘了加一些坚果和种子 比如杏仁 南瓜籽或者葵花籽 这些小小的配料不仅增加了沙拉的口感层次 还提供了更多的营养 说到这里 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 我的一位朋友决定尝试素食黎麦沙拉 结果他在超市里找了半天 也莫找到黎麦 于是他问店员 请问你们这里有卖那个叫外星穀物的东西吗 店员愣了一下 然后笑着说 哦 你是说黎麦吧 在那边的有机食品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黎麦虽然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 但它其实已经成为了现代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总结一下 素食黎麦沙拉不仅营养丰富 还非常美味 它是一道简单却不识创意的菜肴 适合各种场合 无论你是素食者还是肉食爱好者 都可以从这道沙拉中获得满足和健康 希望大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这道菜背后的文化和历史 祝大家吃得开心 吃得健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素食香菇炖饭 意大利风味的素食享受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道既美味又健康的料理 素食香菇炖饭 这道菜不仅能满足你的味蕾 还能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感受到意大利风情的浪漫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这道菜的魅力吧 首先 让我们从香菇说起 香菇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被誉为山珍之王 它不仅味道鲜美 还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如蛋白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 香菇的独特风味来自于其丰富的天然骨氨酸 这也是味食膜它能够成为素食料理中的味精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意大利炖饭 也就是risotto risotto在意大利料理中有着重要地位 据说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当时 意大利北部的农民们会用当地出产的米和各种食材一起炖煮 这样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充分利用食材 risotto的精髓在于其独特的烹饪方法 通过不断搅拌和逐渐加入高汤 使米粒释放出淀粉 形成浓稠的口感 那么 当香菇遇上risotto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素食香菇炖饭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 但需要一些耐心和技巧 首先 我们需要选择优质的意大利米 如alborel或carnaroli 这些米粒含有较高的淀粉能够煮出理想的口感 然后 我们将香菇切片与洋葱 大蒜一起炒香 这时候 厨房里会充满诱人的香气 接下来 就是炖饭的关键步骤了 我们需要逐渐加入热高汤 并不断搅拌 这样 才能让米粒均匀的吸收汤汁 释放出淀粉 这个过程大约需要20分钟 虽然有点费时 但相信我 这绝对是值得的 当米粒变得软糯 汤汁浓稠时 我们可以加入一些素食奶油或橄榄油 增添风味和口感 最后 别忘了撒上一些新鲜的香草 如罗勒或欧芹 这不仅能增添色彩 还能提升整道菜的香气 当你品尝这道素食香菇炖饭时 你会发现 每一口都充满了香菇的鲜美和米粒的浓郁 彷彿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风光中 总结来说 素食香菇炖饭是一道结合了东西方饮食文化的美食 它既有中国香菇的鲜美 又有意大利炖饭的浓郁口感 这道菜不仅适合素食者 也能让所有人享受到健康与美味的双重享受 所以 下次当你想要来点不一样的素食料理时 不妨试试这道素食香菇炖饭吧 相信你会爱上它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素食红薯薯条 健康的美食小吃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健康又美味的美食小吃 素食红薯薯条 这道小吃不仅能满足你的味蕾 还能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健康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道美食的历史 营养价值以及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从红薯的历史说起 红薯 学名Apomia batatas 原产于中南美洲 据说 红薯在16世纪由西班牙探险家带回欧洲 然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 红薯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富含维生素A C和纤维对于维持视力 增强免疫力和促进消化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红薯来做薯条呢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 在美国南部有一位名叫玛莎的家庭主妇 她的孩子们非常喜欢吃薯条 但她担心普通的马铃薯薯条油炸后热量太高 对孩子们的健康不利 于是 她灵机一动 决定用红薯来代替马铃薯 并且改用烤箱烘烤 而不是油炸 结果 孩子们不仅爱上了这种新口味 还因此变得更加健康 这个故事迅速传开 红薯薯条也因此成为了一道受欢迎的健康小吃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红薯薯条的制作过程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几个步骤就能做出美味的红薯薯条 首先 将红薯洗进去皮 切成条状 然后 将红薯条放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橄榄油 盐和你喜欢的香料 比如黑胡椒 辣椒粉或迷迭香 搅拌均匀 接着 将红薯条均匀地铺在烤盘上 放入预热至200摄氏度的烤箱中 烤约20至25分钟 直到红薯条变得金黄酥脆 最后 取出红薯条 稍微放凉一下 就可以享用了 红薯条不仅美味 还有许多变化的可能性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不同的调料 比如大蒜粉 洋葱粉或烟熏辣椒粉 甚至可以搭配不同的蘸酱 比如番茄酱 酸奶酱或鹰嘴豆腻 这样一来 每次品尝红薯条都会有不同的惊喜 总结来说 素食红薯条是一道既健康又美味的美食小吃 它不仅能满足你的味蕾 还能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健康 希望大家在家里也能试试这道简单又美味的红薯薯条 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 让我们以一个幽默的结尾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有人说 红薯薯条是马铃薯薯条的健康版 就像超人穿上了红色披风一样 变得更加强大和健康 所以 下次当你想吃薯条时 不妨试试红薯条 让你的味蕾也来一次健康的冒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素食鹰嘴豆炖菜 地中海风情的温暖享受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道既美味又健康的佳肴 素食鹰嘴豆炖菜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旅程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道地中海风情的美食背后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从鹰嘴豆开始说起 鹰嘴豆 学名Cisor Ariatna 是一种古老的豆类 早在公元前七千年就已经在中东地区被栽培 这种豆子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 鹰嘴豆 因为它的形状像挤了鹰的嘴巴 想象一下 古代的农民们在田间劳作 看到这些小小的豆子可能会心生一笑 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幽默之作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地中海风情 地中海地区从希腊到意大利 再到西班牙和摩洛哥 这片土地上孕育了无数美食 地中海饮食以其健康和美味著称 橄榄油 新鲜蔬菜 香料和豆类是其主要成分 这些食材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还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味觉享受 素食鹰嘴豆炖菜正是这些元素的完美结合 想象一下 一锅热气腾腾的炖菜 里面有软糯的鹰嘴豆 甜美的番茄 香气四溢的洋葱和大蒜 再加上一些地中海特有的香料 如迷迭香和百里香 这道菜不仅色香味俱全 还有一种让人心灵温暖的力量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非常喜欢鹰嘴豆 他认为 鹰嘴豆不仅能够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 还能够帮助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苏格拉底经常在他的讲座上 边吃鹰嘴豆边和学生们讨论哲学问题 想象一下 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一边咀嚼着鹰嘴豆 一边说 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这画面是不是有点滑稽 总结来说 素食鹰嘴豆炖菜 不仅是一道美味的菜肴 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旅程 它让我们感受到地中海的阳光和风情 体会到古代哲学家的智慧和幽默 希望大家在品尝这道菜的时候 也能感受到这份温暖和快乐 那么 谁愿意先来试试这道美味的素食鹰嘴豆炖菜呢 记得 吃的时候要像苏格拉底一样 保持清醒的头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素食菠菜千层面 意大利经典的绿色演绎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道既经典又充满创意的料理 素食菠菜千层面 这道菜不仅是意大利美食的代表之一 更是素食主义者的福音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道菜的历史 文化背景以及它的美味秘诀 首先 千层面 Lasagna 这个名字来自于希腊语 Lasagna 意思是锅 火溶器 这道菜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当时的罗马人 已经开始用面条和肉酱 层层叠叠地烹制美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千层面逐渐演变成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样子 然而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素食版本的千层面 特别是加入了菠菜这一绿色食材 菠菜在欧洲的历史也相当悠久 据说是由阿拉伯人引入西班牙 然后逐渐传遍整个欧洲 菠菜富含铁质和维生素 对健康大有弊 这也让它成为素食千层面底理想选择 那么 为什麽要选择素食版本呢 除了健康考量 素食千层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 它能够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毕竟 生产肉类对环境的负担是相当大的 选择素食 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 也是对地球的一种爱护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首先 你需要准备一些新鲜的菠菜 将它们洗净 切碎 然后稍微炒一下 让它们变得柔软 接下来 你需要准备千层面的面皮 可以选择是瘦的 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 然后 准备一些番茄酱和白酱 Bashamel sauce 这两种酱料 是千层面底灵魂所在 在一个烤盘中 先铺上一层面皮 然后依次加入番茄酱 白酱和菠菜 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烤盘装满 最后 在最上面撒上一层厚厚的奶酪 然后放入烤箱 烤制金黄酥脆 当你从烤箱中取出这道香气 四溢的素食菠菜千层面时 你会发现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 它告诉我们 健康 美味和环保 是可以兼得的 最后 让我们用一句幽默的话 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如果你觉得 生活有点单调 不妨试试这道素食菠菜千层面 让你的味蕾 来一场绿色的冒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素食南瓜烤饼 秋日的美味选择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既美味又健康的秋日选择 素食南瓜烤饼 这道料理 不仅能满足你的味蕾 还能让你在秋天 这个丰收的季节里 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 首先 让我们从南瓜说起 南瓜这种食材 可不是现代才流行的 它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数千年前的 美洲原住民时代 当时的原住民 已经懂得种植和食用南瓜 并且将其视为 重要的粮食来源之一 南瓜富含维生素A C和E 还有丰富的纤维和抗氧化剂 对于现代人来说 这简直 就是一个天然的健康宝库 说到南瓜烤饼 这可是秋天的经典美食 想象一下 当你走进一个 充满秋意的厨房 空气中 弥漫着南瓜和香料的香气 这种感觉 是不是让人心情愉悦 南瓜烤饼的制作过程 其实并不复杂 主要材料包括 南瓜泥 面粉 糖 香料 如肉桂 姜粉 肉豆蔻 和一些植物油 这些材料混合在一起 经过烘烤后 会变成一块块 金黄酥脆的美味烤饼 有趣的是 南瓜烤饼 在不同的文化中 有不同的变化 例如 在美国 南瓜派 Pumpkin pie 是感恩节的传统甜点 而在英国 南瓜烤饼 则可能会加入更多的香料 甚至搭配奶油 或果酱食用 这些变化 不仅丰富了 南瓜烤饼的口味 也让我们看到了 不同文化 对于同一食材的创意诠释 那么 为什麽选择 素食南瓜烤饼呢 首先 素食版本的南瓜烤饼 不含动物制品 对于素食者 和环保人士来说 这是一个友善的选择 其次 素食南瓜 烤饼 通常会使用植物油 和天然甜味剂 这样不仅降低了热量 还能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保持健康 最后 我要分享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 我在一个秋日的下午 邀请了一群朋友 来家里聚会 我决定亲手制作 素食南瓜烤饼 作为下午茶的点心 当烤饼出炉时 香气四溢 朋友们纷纷赞不绝口 那一刻 我深深感受到 食物不仅仅是 填饱肚子的工具 更是联系人心的桥梁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这个秋天 不妨试试制作 素食南瓜烤饼吧 不仅能享受美味 还能体验到烹饪的乐趣 和分享的喜悦 希望你们 都能在这个丰收的季节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味选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素食豆腐炒饭 中式经典的健康演绎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道 既经典又健康的中式料理 素食豆腐炒饭 这道菜 不仅在中国的餐桌上广受欢迎 还在全球素食爱好者中 赢得了不少粉丝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道菜的历史 营养价值 以及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首先 让我们从历史说起 炒饭这道菜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 当时的厨师们 为了不浪费剩饭 便将其与各种食材一起炒制 创造出了这道美味的料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炒饭的种类越来越多 素食豆腐炒饭 便是其中的一个变种 这道菜的诞生 既是对传统炒饭的致敬 也是对现代健康 饮食理念的响应 说到健康 素食豆腐炒饭 可谓是营养丰富的代表 豆腐作为主要食材之一 富含植物蛋白 和多种必需氨基酸 对于素食者来说 是一个极好的蛋白质来源 而炒饭中的各种蔬菜 如胡萝卜 青豆 玉米等 则提供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道菜不仅低质低热量 还能满足人体 对多种营养素的需求 真是健康又美味 现在 让我们来聊聊一些 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 在古代 有一位名叫张三的厨师 他的炒饭记忆高超 名声远播 有一天 张三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 客人是一位素食者 张三灵机一动 决定用豆腐代替肉类 并加入各种新鲜蔬菜 创造出了这道素食豆腐炒饭 结果 这道菜大受欢迎 张三也因此名声大噪 从此 素食豆腐炒饭 便成为了他餐馆的招牌菜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代故事 据说 有一位美国的素食博主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品尝到了素食豆腐炒饭 便爱上了这道菜 他在自己的博客上 分享了这道菜的做法 结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和模仿 这道来自中国的传统料理 通过互联网的力量 迅速风靡全球 成为了素食界的明星菜品 总结来说 素食豆腐炒饭 不仅是一道美味的中式料理 更是一道健康的选择 它的历史悠久 营养丰富 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希望大家在享受这道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 其中的文化底蕴和健康理念 下次当你品尝这道菜时 不妨想起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 让美食更加有滋有味 谢谢大家的聆听 祝大家胃口大开 身体健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素食椰子奶昔 热带风情的健康饮品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种既健康 又充满热带风情的饮品 素食椰子奶昔 请大家放下手中的咖啡 准备好迎接一场 味觉与知识的双重盛宴 首先我们来聊聊椰子 椰子 这个看似普通的热带水果 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早在公元前 椰子就已经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 被广泛种植和食用 传说中 椰子树是海神的礼物 能够在海上漂流数千公里 最终在沙滩上生根发芽 想象一下 椰子就像是热带版的漂流瓶 带着大自然的问候 漂洋过海来到我们的餐桌 椰子不仅仅是一个漂流瓶 它还是一个白宝箱 椰子的果肉可以食用 椰子水可以解渴 椰子油可以美容 椰子壳还能做成各种工艺品 可以说 椰子全身都是宝 而今天我们要重点介绍的椰子奶昔 则是将椰子的美味与健康 发挥到了极致 素食椰子奶昔的制作非常简单 但其营养价值却不容小觑 首先 椰子奶富含中炼脂肪酸 这种脂肪酸不仅容易被人体吸收 还能帮助提高新陈代谢 其次 椰子奶中的电解质 如钾和铁 有助于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 特别适合运动后饮用 再加上椰子奶的天然甜味 让这款奶昔成为了健康与美味的完美结合 制作素食椰子奶昔时 我们可以加入各种水果 如香蕉 芒果 菠萝等 进一步提升其营养价值和口感 想象一下 在炎热的夏日午后 喝上一杯冰凉的椰子奶昔 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滩 听着海浪的声音 享受着阳光的温暖 是不是感觉生活一下子美好了许多 当然 椰子奶昔不仅仅是美味和健康的象征 它还承载着一种生活态度 选择素食椰子奶昔 意味着我们在追求健康的同时 也在关注环境和动物福利 毕竟 素食饮品的制作过程 更加环保 对地球的负担也更小 最后 我要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在某个热带小岛上 有一位老渔夫 他每天早晨都会喝一杯椰子奶昔 然后出海捕鱼 岛上的人们都说 是椰子奶昔给了他无穷的力量和好运 后来 这个小岛成了旅游圣地 游客们纷纷慕名而来 品尝这位老渔夫的神奇椰子奶昔 虽然我们无法验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但他至少告诉我们 椰子奶昔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美好愿望的象征 好了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享受素食椰子奶昔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那份来自热带的温暖与关怀 记住 健康和美味可以兼得 生活也可以像椰子奶昔一样 简单而美好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素食红枣糕 中式经典的甜品享受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款 既古老又美味的中式甜品 素食红枣糕 这道甜品 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 更是文化的传承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来看看这款糕点的前世今生 首先 红枣糕的主角 红枣 这可是中国古代的超级食物 红枣在中国 已有四千多年的栽培历史 被誉为百果之王 古人说 一日十三枣 青春永不老 这话虽然有点夸张 但红枣确实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健康大有逼 红枣糕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唐朝 据说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爱红枣糕 因为它既美味又能补气养血 当时的宫廷御厨们 为了讨好皇帝 绞尽脑汁 终于研制出了这款糕点 红枣糕的制作工艺 也随之流传到民间 成为百姓喜爱的甜品之一 红枣糕的制作过程 其实并不复杂 但需要一些耐心和技巧 首先 要选用上好的红枣 去和后蒸熟 然后倒成红枣泥 接着 将红枣泥与糯米粉 糖等材料混合 搅拌均匀 最后 将混合物倒入模具中蒸熟 冷却后切成小块即可 这样一来 一块香甜软糯的红枣糕 就诞生了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 红枣糕的素食特性 这款糕点 不含任何动物成分 非常适合素食者享用 古代的僧侣们 也常常制作红枣糕 作为摘截期间的甜品 红枣糕 不仅满足了它们的味蕾 还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真是一举两得 红枣糕的魅力 不仅在于它的美味 还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在中国 红色象征着吉祥和喜庆 因此红枣糕常常出现在婚宴 寿宴等重要场合 每当家人团聚 品尝一块红枣糕 彭腐能感受到 那份浓浓的亲情和温暖 最后 让我们用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据说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 在品尝红枣糕时 不小心把一块掉在了地上 宫女们急忙捡起来 发现地上的红枣糕 竟然还完好无损 李世民笑着说 这红枣糕真是坚人不拔呀 从此 红枣糕又多了一个别名 接人糕 同学们 红枣糕不仅仅是一道甜品 更是一段历史 一种文化的象征 下次品尝红枣糕时 别忘了回味这段 美味的历史故事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款 中式经典甜品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回忆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的美味历程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分享 不仅能学到各种素食料理的做法 还能感受到其中的历史和文化 无论是素食梨麦沙拉的健康盛宴 还是素食红枣糕的甜蜜回忆 每一道素食料理都像是一本书 等待我们去翻阅和品味 如果你现在已经馋得不行 那就赶快去厨房动手吧 试着做一做这些美味的素食料理 让自己的味蕾也来一次健康的冒险 相信我 这绝对是一个充满乐趣和成就感的过程 最后 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制作成果 或者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随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期待听到大家的声音 让我们一起在美食的世界里 探索更多可能性 谢谢大家 祝你们胃口大开 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